对于台军所谓的防务自主计划 有台军前高官表示 这个计划的装备全靠买 经费全靠骗 自己生产的装备漏洞百出没人用 根本就是为了捞钱 纯纯一个骗局 来看详细情况 哈喽各位老铁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迷财户 我是虎妞 据消息报道 从担任台军参谋总长的李喜明 将会在不久后发布新书 在这本新书中他认为 虽然台当局现在一直强调着 要防务自主 解军中的装备都由台本土生产 摆脱对那些西方国家的依赖 但是从目前的台湾工业水平来看 没有任何一家厂商 能够承担起这个任务 而那些平日里常说的 台舰自造和台机自造 完全就是一个自欺欺人的谎言 是台当局设下 台军经营的一个骗局 台湾所负责的部分 只是一些没什么技术含量的 产品组装阶段 真正重要的部分 都在那些国外的先进科技公司 和厂商手中 在台当局当前的各大防务项目中 唯一还算拿得出手的 也就军舰和防空导弹了 至于说其他的产品 则是被别人碾压的 连高科技的脚底板都摸不到这程度 并且台当局现在 虽然加大了对防务科技的投入力度 想要大量吸引高端人才 但是这个吸引力度 却没有完整的相关规划 这就导致了台军即便是能够拥有一些 尖端的防务科技 但是却因为人才的趋势和管理不完善 导致这批尖端技术无用物之地 最终导致技术被慢慢淘汰 而且这批人才的素养也值得人怀疑 在军舰和防空导弹方面有问题白出 在这之前 台军号称自主打造了椭江舰 作为一款隐身导弹战舰 台军对它给予了很大的希望 认为它将会成为属于台军的航母杀手 可没想到的是 这艘军舰在进行设计时 就有着严重的结构缺陷 造出来没多久 就因为各种问题不能使用 而在进行汉光演习的时候 量产的防区外反跑道极速巡航导弹 海军2号防空导弹也都发射失败 在去年的时候 一架F-16V战机 共是因为在进行演练时 被机炮射出的弹药碎片击中而损伤机身 战机自己打自己的奇葩笑话 堪称稳促未稳 在今年 潜艇计划的原型舰也是出现了问题 由于在设计装备提供等方面 出现了大量的问题 这艘原型舰将会延迟下水 另有台军王山舰好漏水 狙击枪未能通过测试 千吨级巡逻机 在入屋抽水的时候 船屋设备也歪掉 等一系列重波令人匪夷所思 又体效击飞的台军笑话 并且这些还不是最严重的 最严重的是 被吹上了天的天空导弹 和他的配套武器系统 出现了重大问题 有人以次冲好 从而获取高额的回扣 合着这些年台军的防空导弹 用的都是些惨次品 得亏没碰上战事 要碰上战事了 才发现这些东西都不能用 那才叫倒霉 那么台军为何对自己的防务水平 有着这么大的自信呢 自然是因为 买了美军的大量军火 就像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 在佩洛西访台之后 关于这款导弹的合同 就得到了延续和升级 台当局将花费25亿新台币的天价 让美国在未来几年内 对爱国者导弹系统的性能 进行评估和升级 从而让它具有精准打击能力 和拦截能力 经过升级后 将会从爱国者2导弹升级成 配备了远程导弹的爱国者3 防空导弹系统 升级后的台军爱国者导弹 号称有快速响应能力 能够一次性对多个目标 进行跟踪打击 在各种复杂和恶劣环境下 都能够正常运行 经过升级后的PAC-3 能够拦截600公里射程内的弹道导弹 有台专家对此表示 如果部署大量的PAC-3 那么对弹道导弹的拦截率 将非常之高 这是台当局有恃无恐的原因之一 因为在前段时间 我军军演发射的导弹中 东风十五的射程 也就在600公里左右 也就是说 在这个距离内 经过升级的爱国者导弹 是有可能拦截东风导弹的 至于其他的射程 高达上千公里的导弹 由于并没有飞过台岛的头顶 所以台当局认为 这些导弹大陆不敢动用 因此 仅靠着美国提供的爱国者导弹 台当局认为 就足以拦截大陆的所有导弹了 简直是掩耳盗灵似的 自欺欺人笑话 更令虎牛感到奇葩和可笑的是 按照台军前高官披露的说法 台当局还因此产生了一种 非常离谱却自大的想法 认为既然靠着购买美国的装备 就已经足够对付大陆了 那还何必费那么大心思 搞什么房屋自主呢 与其将钱花在 不一定能搞出来的房屋自主上 还不如把这笔钱 收进自己的口袋里 只有到自己手里的 才是真实的 相机 第一次 筹